大家好,歡迎來到iGooz 愛故事 我喜歡聽故事 希望故事能帶給你想像力 思考力 判斷力 以及創造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囉 這昆仑山玉虛宮的掌教教主是原始天尊 一天,原始天尊將這薑子牙叫了過來 他問江子牙 你幾歲了,來這邊修道多久 江子牙想了一下 弟子已經七十二歲了 來這邊修道已經有四十年了 原始天尊接著跟江子牙說 我看你無緣成仙 但是呢 你卻可以慰吉人臣 這樣吧 你幫我一個忙 代替我輔佐明君 並且協助封神 之後封侯敗將 富貴至極 就這樣 先下去吧 江子牙一聽說 師父 我是來求仙的 我不是來求富貴的 我不想要我富貴啊 原始天尊說 你命是如此 不用強求 聽我的話 趕緊下山吧 江子牙聽了原始天尊的命令呢 於是便離開了這昆仑山 一想 上山的四十年 在這個外頭呢 也沒有認識的朋友 他要去哪裡呢 想著想著 啊 年輕的時候 在曹哥有一個結拜兄弟 叫做宋藝人 不知道他還是不是活著 要是活著的話 可以去侯靠他 於是 便往曹哥而去 來到了曹哥呢 很快找到了這個宋藝人 這宋藝人呢 已經是個非常有錢的商人了 一見到江子牙 他好開心啊 哎呀 老哥哥 好久沒看到你了 你到昆仑山 學了什麼東西啊 江子牙說 學了什麼 就是練丹啊 掃地啊 教花 沒學到什麼 這宋藝人說 沒關係 好久沒見到你 你就住在我這裡吧 江子牙呢 謝過的是宋藝人 就在他家住了下來 隔天呢 這宋藝人跟江子牙說 哥啊 我看你年紀大了 還沒有結婚 不然這樣 我呢 幫你討一門親事你覺得如何 江子牙想說 自己截然一生 怎麼好跟人家結婚呢 說這個事再講吧 但沒想到呢 宋藝人呢 惡心過了頭 跑去找這個馬家園外呢 告訴他 哎 你家女兒馬千金年紀也不小了 我有一個哥哥呢 非常的賢德 要不這樣 把你的女兒 嫁給我這哥哥吧 馬園外想一想 宋藝人呢 平常不會亂說話 既然他推薦的 應該是不差 於是呢 便決定將這馬千金 嫁給了江子牙 這江子牙呢 接著馬千金板著臉說 既然不是本家兄弟 那你總不能在人家家裡白吃白喝啊 你得趕快找個事情自己做啊 江子牙說 嗯 想想有道理 馬千金問他 你會做什麼呢 江子牙說 過去四十年在山中修道 什麼都沒學會 最多只會邊邊竹簍子 馬千金說竹簍子也行啊 很多人要用 你就去編這個竹簍子吧 這竹簍子就是竹籃的意思 你編這竹籃呢 到曹哥去賣 於是呢 編到後面呢 去砍了一些竹子 做成這個竹簍子 讓這個江子牙呢 拿去這個曹哥去賣 結果賣了一天呢 一個也沒賣掉 江子牙就回來了 馬千金說 不會吧 一個都沒賣掉 江子牙說 他也不知道啊 離開曹哥這麼久 恐怕這邊都不需要吧 馬千金說 怎麼可能不要 兩個人就吵了起來 這送醫人聽到他們兩個吵呢 就過來 才知道 哦 原來江子牙要找事做啊 他想說 哎呀 找事還不簡單 我後面呢 有一些麥子 你呢 明天把它磨成粉 拿到街上去賣就行了 這江子牙謝過送醫人之後呢 隔天呢 便把這個磨成粉的麥子 拿到街上去賣 結果呢 運氣不好 賣了一整天呢 也沒人要買 正當準備回去的時候呢 一個人呢 騎著馬過去呢 竟把他攤子給撞翻了 結果呢 將他攤子上的麵粉呢 撒了一地 接著呢 刮起大風 將這麵粉全部吹了 江子牙一想 哇 全沒了耶 回去告訴馬千金 馬千金想說 騙人 一定是你把這東西賣了 把錢壞了自己藏起來 江子牙說 我騙你幹嘛 於是兩個人又吵了一架 這送醫人聽到之後說 不會啦 江子牙不會騙人 既然他說吹了 那就吹了 沒關係 我呢 在這曹哥裡面呢 有很多的飯店 江子牙呢 是懂算術的人 不然這樣 他呢一天到一家飯店呢 去做做這個會計呢 掌櫃的工作 都行 這樣子就有事做啦 江子牙謝過這個送醫人之後呢 隔天便到這個飯店去了 說的也奇怪 他到了這個飯店呢 不管他去哪一家 他只要一去呢 那一家當天就一定沒有生意 結果到了晚上呢 怕這些餐呢會壞掉 於是江子牙就這樣這些呢 把這些酒啊菜啊還有肉啊會壞掉的東西呢 分給下面人吃了 回來跟送醫人道歉 送醫人說哎呀做生意就是這樣啊 有時候運氣就是不好 剛好遇到沒人 沒事沒事 這把他盡進一看 江子牙什麼都不行耶 到時送醫人很幫他 送醫人就跟江子牙說 不然這樣 明天拿些豬啊雞啊 去這個曹哥城賣 試試看 一定會有人要買的 所以江子牙說好啊 隔天呢 他就帶這些豬雞呢 去曹哥城賣 送醫人心裡是想 這個酒啊菜啊 放在那邊不吃會壞 豬雞應該沒那麼快壞吧 讓你慢慢幾天 搞不好運氣會轉好 就江子牙一走到曹哥城外呢 就被這士兵攔下來了 士兵說 你不知道這幾天在祈福 不可以販賣牲口嗎 你是知法犯法 江子牙一聽 蛤 不能販賣牲口 犯法了 他趕快逃 把這豬啊雞啊留在那邊 逃了回去呢跟送醫人講 送醫人一聽 不怪你不怪你 是我自己沒搞清楚 結果還讓你去賣 好險你沒被抓到 沒事就好了 江子牙想說怎麼會這樣 做什麼就賠什麼 送醫人說 不害事不害事 有時候人生就是這樣的 運氣不好 但是呢 找到自己喜歡的事 努力去做一定會有機會的 沒事 這樣我先請你吃頓飯 我們到後面吃頓飯吧 就這樣 兩個人到他們家裡後院去吃飯 吃著吃著 江子牙看著旁邊的這個空地 跟送醫人說 賢弟啊 你為什麼不在這邊蓋一個房子呢 送醫人說 你為什麼這麼說 江子牙說 這個地方的風水非常好 假設你蓋了房子 你們家會變得非常的富有 送醫人說 哇你會看風水啊 江子牙說 我會一點點啊 這送醫人接著跟江子牙說 其實也有很多人看過 我呢 也確實蓋過 但就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蓋呢 每次他 蓋不起來 江子牙說 有這種事 你再蓋蓋看 我來幫你看看 送醫人說 好啊 那我就請人來蓋這房子吧 於是江子牙就負責監工 就在這房子將要蓋好之際呢 突然間飛沙走石 旋天空呢 旋起一陣黑氣 出現了五個小鬼 想要把這房子給拆掉 這江子牙呢 仗見而出呢 四伏了這五個小鬼 這五個小鬼一看到江子牙說 哎呀大仙勞命啊 我們不知道你在這 所以才在這邊造次 江子牙說 你們五個呢 想要活命 以後就聽我的話 今天呢 不可以再破壞人家的房子 知道嗎 這五個人說 知道了知道了 於是呢 便拜別的江子牙 離開了 就這樣 江子牙把這個房子給蓋好了 送醫人覺得 哇 你好有本領喔 這麼多人蓋都蓋不起來 就你把它蓋了起來了 我就說吧 你總是會有一些本領會做的 另外問一下江子牙 既然你會看風水 那你會不會算命啊 江子牙說 算命我會啊 這送醫人說 對嘛 就應該找你專長的事啊 不然這樣 明天我給你一點錢 你到曹歌城呢 擺個攤子 去幫人家算命 江子牙想想 也好 這本領就是我的專長 於是呢 便答應了送醫人 也謝謝他 隔天呢 江子牙到曹歌城呢 擺了攤 還是跟以前一樣 都沒有生意來 江子牙坐著坐著呢 就睡著了 這時候呢 有個僑夫走了過去 拍了他的肚子 喂 老人家 在這邊擺攤 你在這邊睡覺啊 江子牙說 擺攤啊 沒人來不休息要做什麼 這僑夫說 你這麼懶散 你怎麼做生意啊 這樣子牙說 這不是懶散啊 算命本來就是 有人來求我 我才幫忙啊 於是僑夫說 好 你來幫我算命 算得準呢 我給你二十錢 算不準呢 我就拆你這台子 別讓你這個好吃懶做人 在這邊看得愛眼 就這樣子牙看一看 說好 我幫你算吧 算完之後呢 就告訴他 一路往南走 柳樹下有一個老手 你會賺到一百二十文錢 還有四個點心兩碗酒 這個人聽完之後 哈哈大笑 我砍才二十多年 從來沒人請我吃酒 還請我吃點心 笑死人了 你這樣想說 算完了要給錢啊 這個人說 準了再說吧 於是呢 他就往前走了 他想說 你說往南走 好 我就試試看 於是他就開始往南走 還真的看到一個柳樹 柳樹下 還真有一個老手 老手就是老人家的意思 結果看到這個老手 再招手 他就過去了 老手問他 你這個財要不要賣啊 他說我賣啊 他說賣多少啊 他心裡去想 江子牙說賺一百二十文錢 怎麼能讓他算準呢 於是跟他說 一百文錢 這個老人家說 嗯 非常的公道 這麼好的材質賣一百文錢 好 我就幫你買下來吧 買下來之後 老手說我進去拿錢 那這個人呢 一看 哇外頭有一些灰塵 於是呢 就幫他順便掃掃地了 老人家出來之後呢 告訴他 今天呢 是我兒子結婚 剛好需要材燒火 又剛好遇到你 謝謝你啊 於是呢 就將一百文錢交給了他 另外呢 請了他兩碗酒 還有四個點心 這人一看 不會吧 真有人請我喝酒 還有點心啊 但是一想 嘿 沒關係 他沒有給我一百二十文錢 正當他開心要走的時候呢 這個老人家說 等一下等一下 我另外給你一個紅包 謝謝你今天幫忙 這紅包裡面的錢不多不少 剛好就是二十文錢 他心裡一想 哇不會吧 這麼準 於是呢 就回去見了江子牙 江子牙 看到他說 算準了嗎 準的話 給錢 這個人說 哎呀 你幹嘛跟我們要二十文錢啊 對不對 我居然把這一百二十文給你也不夠啊 你這麼厲害 等一下 等一下 於是呢 看到一個人騎了馬過來 四個官差 他把他攔了下來 大爺大爺 你來找他算命 這個人很準的 這個官差說 你不要攔我路 我要趕著去收錢 快來不及了 好問一問問 不用很多錢 跟江子牙說 收多少錢 江子牙說 只問一次就收五錢吧 官家說 五錢給你 不要擋我路我要走了 江子牙說 你要去收錢 對啊 我怕收不到 江子牙說 不礙事 一下就好 於是馬上幫他補了一句話說 嗯 你會收到 剛好一百零三個銀子 這個人說 好好好 希望能收到 於是就走了 沒多久他回來 見了江子牙說 你太厲害了 我今天剛剛好就是收到 一百零三地的銀子啊 你這是活神仙啊 就這樣 江子牙的名聲呢 在曹哥呢 整個川開了 就很多人來找他算命了 一天呢 這個玉石琵琶金 他呢 去見過達基之後呢 回來的時候 經過這個曹哥城門 看到很多人在那邊排隊 有的人就是這樣 看到人家排隊 就想去湊熱鬧 這玉石琵琶金也是一樣 想說什麼東西啊 大家在排隊 他就過去看了 啊原來是算命啊 他心裡想 算命可以算人 能算到妖嗎 有趣 我也來排排隊 就這樣 等到到了玉石琵琶金之後呢 他看了江子牙說 你可以幫我算個命嗎 就江子牙一看就知道 對方是個妖精 於是就跟他說 你把手伸出來 我先幫你看看相 看完相再算命 這玉石琵琶金說 哦 還有這麼一回事啊 好 於是就把手伸出來 你想到江子牙 立即運氣抓住了他的手 並且呢 將他的眼睛呢 往這玉石琵琶金一瞪 這玉石琵琶金呢 沒有辦法離開 然後就大叫說 菲利亞 菲利亞 這個老色狼抓了我手不放啊 就所有的人呢 跑過來說 欸江子牙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去調戲人家女生呢 江子牙說 他要是女生 我就不調戲他了 但是他是個妖精 這玉石琵琶金呢 繼續喊著 菲利亞 微觀的人越來越多了 江子牙想說 人多呢到時候難免會有問題 但是呢 手上又沒有法寶 該怎麼辦呢 一看桌上有個驗台 於是呢 他把這驗台舉了起來 用力的往這個玉石琵琶金頭上一砸 當場就把他給砸死了 哇 這下事情鬧大了 死人啊 結果大家喊說 殺人啊殺人啊 就在這個時候呢 彼竿剛好經過 大家跑過來跟彼竿說 大人啊 有人殺人啊 彼竿說 誰 把他抓過來 於是呢 手下就把這個江子牙帶了過來 這彼竿說 老人家 你為什麼行凶殺人 江子牙看著彼竿說 大人 我不是殺人 這個人是妖精 彼竿一聽 妖精 我看他就是一個人啊 但是心裡一想 江子牙殺了人又不走 而且到現在呢 還手按著這個女生 到現在都不肯放手 這事確實很奇怪 他也沒辦法解決 於是決定呢 向著江子牙帶入殿中 很多大臣聽到說 有人抓了妖精殺人 覺得很好奇 全部都跑來看 連這作王都覺得好奇 妖精耶 有人抓到妖精 帶著這個達基上殿來看 去達基一看 啊 我的天啊 是我的妹妹玉石琵琶金耶 可達基這時候卻說不上話 就作王問著江子牙 你說她是妖精怎麼證明啊 江子牙說 簡單啊 拿柴來燒她 一燒就知道 於是大家呢 取悦這個柴火了 來燒這妖精 沒想到燒了很久 這個女生呢 卻一點也沒有壞 也沒有膠 作王這時候開始相信了 人沒有辦法這樣燒吧 燒到都沒事 那作王又覺得 那到底是什麼妖精呢 這樣子牙說 大王真想知道嗎 作王說 那不然我問你幹嘛 這樣子牙說 這也簡單 於是呢 取了兩道符咒 貼在這個女生身上 接著呢 從眼、口、鼻 吐出了三昧真火 火燒這個玉石琵琶金 就痛了這玉石琵琶金 嘩嘩大叫 現出原形來說 道士你幹嘛用火燒我 這樣子牙說 你微亂曹剛 今天就要制服你 就繼續就用這三昧真火 將這玉石琵琶金燒成了原形 原來是個玉石琵琶 結果作王說 哇 原來真的是個妖精 還是個玉石琵琶金 有去有去 在旁的達基看了傷心欲絕 他告訴作王說 大王 既然是個琵琶 要不要拿回來 我把它裝上弦 到時候可以彈琴給你聽 這作王一聽 用妖精做的樂器 好啊 拿去吧 達基為什麼要這玉石琵琶金的屍體呢 其實他是想把這玉石琵琶金 放到齋仙樓 繼續收取日月精華 看看呢 將來能不能讓他回魂回來 而這江子牙呢 抓了這玉石琵琶金有功 按照這個達基的建議呢 作王呢 封了他官座 給他一個夏爾大夫 要他在曹哥 有什麼事呢 他呢就可以傳這個江子牙過來幫忙 達基為什麼要這樣建議咒王呢 他心裡是想 江子牙 你好可惡 殺了我的妹妹 我先將你留在曹哥 等安頓好我妹妹 我再來想辦法把你處理掉 就這樣 江子牙呢 抓了玉石琵琶金 得到了關決 回去之後呢 宋毅仁跟馬千金都非常的開心 然後說這個奏王跟達基吧 一天呢 奏王跟達基在這後面 在一些樓上面飲酒作樂 結果看到幾個宮女呢 好像不太開心 結果達基呢 把他們叫了過來 仔細一查呢 原來這些宮女呢 都是江王后以前身邊的仆人 達基一想 你們的主人呢 犯了錯被殺了 你們在那邊愁眉苦臉 看樣子 你們並不覺得他有錯 於是他轉身跟宋毅說 大王 這些人留在你身邊 危險啊 搞不好哪天他們會復仇呢 宋毅一想 呃 有道理 來了 將這些宮人 全部拉去陣伐 這個時候達基告訴宋毅 大王不急 假設只是把他們殺了呢 我看他們也不怕 我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處理 宋毅說 還有別的刑罰 達基呢 跑到宋毅耳邊呢 激勵咕嚕的跟宋毅講了一些 宋毅說 太妙了 太有趣了 就照你的意思去辦吧 隔沒幾天呢 一大堆的這些百姓呢 拿著蛇 前來宋毅的王公 大臣焦力看到覺得好怪啊 為什麼大家都要拿著蛇進攻呢 就問這些人民 怎麼回事啊 這人民說哪也知道啊 大王要我們每人抓幾條蛇 哪有這麼多蛇 有些蛇還得花錢跟人家買咧 哎呀不說了不說了 大王要就只好拿給他了 於是這焦力變進攻 去問宋毅 大王為什麼要抓這麼多蛇呢 宋毅開心的跟他說呢 有幾個宮女呢不乖 我呢打算處置他們 並設置一種新的刑罰 叫做菜盆 什麼是菜盆啊 就是挖一個大洞 然後呢 在裡面放了很多蛇 還有什麼蝎子 這些有毒的東西 然後把人丟下去 去餵蛇餵蝎子 讓他痛苦而死 這焦力一聽 大王為什麼要做這麼殘忍的刑罰啊 不可以這樣啊 這做王聽了之後 覺得你們這些大臣動不動就要跟我賤言 我呢不設置一些各可怕的刑罰 你們會怕嗎 焦力看到做王這麼殘忍無道 當場就大罵做王 你這樣無道濫殺臣子 拒絕賤言 塵湯天下就會亡在你的手上啊 做王一聽 哎呦 你好大膽子 還敢來罵我 於是呢 就決定要把這個焦力給抓起來 丟進這菜盆之中 沒想到的 這個焦力呢 不等做王來抓 自己呢 從這個栽仙樓跳了下來 壯地而死 焦力雖然壯地而死了 但是做王的氣呢 可沒有消啊 他叫重了呢 將這些宮女全部給我推下這個菜盆 另外呢 把焦力的屍體也給我丟下去 在旁的達基呢 告訴這個做王 大王 要不這樣 我們在這菜盆旁邊呢 再挖一個池 裡面呢 鑄上酒 我們把它取名叫做酒池 在酒池旁邊呢 種上一些樹 上面刮上一些肉 把它取名叫做肉林 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一面喝酒 一面吃肉 順便看看處罰這些大臣 這樣不是很有趣嗎 做王想想 欸 這個建議倒真的不錯 達基另外跟做王講 這些蛇蟹需要人 在什麼時候有足夠的人給他們吃呢 嗯 這樣吧 我們可以叫這些小太監 不時的來這邊比武 打輸的呢 就沒用 就丟下去給他們吃了吧 做王想說 欸 這個建議好 你想達基為什麼給這個建議 這是因為達基自己需要吃人 但是每天晚上出來吃人呢 宮中就會有些傳言 那現在呢 有人在那邊互相鬥 鬥了死了丟下去菜盆 這樣就有新鮮的人可以吃啦 就解決他的問題了 但做王這時候已經被他迷的暈頭轉向了 哪管這麼多啊 達基說什麼 他就聽什麼 這做王的天下 還能維持多久呢 一個一個的忠誠 不是被拋落 就是丟菜盆 還有人敢講話嗎 其實在歷史上呢 有另外一說 這焦力呢 是居於愚人之中 什麼意思呢 就是焦力是靠販賣這個愚人致富的 他同時是周文王安排在做王生命的一個內印 這周文王當初集合天下諸侯在夢經時 大家都說我們可以討伐周文了 這周文王卻說呢 不行 還沒有得到天命 什麼是天命 就是他沒有得到焦力的訊息 周文王第二次呢 集合諸侯在夢經時 他說天命已至 我們可以討伐周文了 換句話說 他已經得到焦力的訊息了 就這樣 周文王用不到五萬之師呢 去攻打周文王七十萬大軍 這周文呢 由奴隸所組成的七十萬大軍的統領呢 不是別人 正是焦力 也就是因為焦力呢 正前倒戈 導致周文來不及反辦 結果兵敗如山倒 最後 自焚於露台 死於曹歌 不過 這個是歷史 我們講的是封神榜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還是先請焦力 先去封神台上休息吧 這焦力魂歸封神台之後呢 一天 達基拿著一個工程圖給周文看 周文看 哇 好大一個宮殿的宮殿圖啊 這是什麼宮殿啊 達基告訴周文 這個宮殿呢 我想幫他取名叫做露台 你看 很漂亮對不對 周文說 對啊 你想要蓋一個這樣的宮殿 達基說 是啊 那要找誰呢 達基說 蓋這個宮殿 可能必須懂這些陰陽五行 前一陣子 不是有一個夏大夫江子牙嗎 周文說 對啊很厲害 抓妖怪的那個 達基說 要不這樣 找他來監工蓋露台吧 周文說 好啊 這樣子 就傳江子牙禁電 我來問問他吧 這達基叫江子牙蓋露台 有這麼好的事嗎 還是達基是想要陷害江子牙呢 我們要等到下次才能告訴你囉 謝謝你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